這位專門的歌手朋友出道8年 終於迎來她第一個賣票的演唱會 不過她就說明了 不是每個人都會入體 究竟為什麼呢? 歡迎Jerry雷心瑜 Hello 大家好 Jerry 你好 Jerry 其實每個歌手開操 當然希望吸引越多人看就越好 但你真是一反傳統 不夠年齡 不給入場 究竟為什麼會有這個構思呢? 過不了主辦的關 因為本身這個主題叫Perfectly Guilty 希望將自己的想法 又或者這32年來的人生 很赤裸地呈現給大家看 其實整件事就 可能比較本土文化一點 有很多東西想呈現自己的《誠實日記》裡面 其實我也有很多歪理 和很遺世不容的東西寫進去 經過整件事 開完產品會議後 就轉發說 這個演唱會本身也沒有這條規例 但也真的要加上 15歲打下真的不能進去 這是做一個頭盔 是 在舞台上也會有一部分性感上陣 這個大家入場就會知道 其實也有想過 這個演唱會也有很多不同的突破 包括在題材上的突破 演出上 肢體上 視覺上的突破 也希望可以做到一個 很合適到自己的性格 很合適到自己想法的一個演唱會 和你玩過小遊戲 這次的演唱會就是有罪惡的人 所以我設定了這個遊戲 和一些罪惡、悔究、內容相關 好,這個 挺好的,誠實面對自己 是嗎?等等 是嗎? 是嗎? 這個是什麼? 後悔小時候沒有學的一種樂器 是啊 Jerry以音樂方面很厲害 會不會覺得 如果學了這種樂器 上台就完美了? 馬上飛了 其實很多樂器我都很想學 但是呢 我後悔的 但是也 我學不到 其實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其實我很想學 長笛 還有我很想學 Sexo Phone 這兩種樂器也是 Wood Winn 在於我來說 不知為何 我覺得是要用喉嚨的聲音去吹 而不是 應該用丹田 但是呢 因為我天生是有一個缺陷 其實是不應該用那麼多聲音 小時候 醫生跟我媽媽說 哇 這個小女 以後不可以做任何事 是用聲音 用得多 應該說得太多 你應該是調轉 你還要高手 沒錯 我經常說 感覺有點像蘇華偉 你明白我說什麼嗎? 就是向自己的弱點進發 你明白嗎? 就是 不知為何 越來越大的時候 就越來越 反而對聲音的東西 是很有興趣 覺得是要發掘多些 因為我的聲音帶本身 有兩個腫瘤 現在也還有 是沒有角度的 所以是很容易疲 很容易沙 所以這兩個Wood Winn的樂器 Sexo Phone和Flute 一直都很想學 但我知道自己應該不學得 好 多謝Jerry的分享 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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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William 再見